炸彈 今天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巷子裡面 有發現一家新台的便當店 每天從這裡經過 看我們生意都還不錯 我今天就來這邊一樣也是帶個排骨便當 回去看看他們家便當長得怎麼樣 然後我們又把便當買回來了 今天買的是那個我家附近一個新的便當店叫航拔 航拔便當 這個便當一打開還讓人蠻驚艷的喔 我們現在看他的便當配菜部分就有看123456 配菜有6種 今天他的配菜有這個 應該是炒蛋 然後這個是炒菇 那個應該是油菜的 炒菇等一下吃才知道 然後那個高麗菜 然後這個應該不知道是燒什麼 也是等一下再吃才知道 然後洋蔥炒肉 然後對 有毛豆 然後他的主菜 排骨 喔有厚度喔 是有厚度的 那這家的便當他比較 感覺就是比較日式的感覺 他基本上這個便當 還挺精緻的 那我們現在來吃便當 今天吃的是這個 這個 這間便當店 新開的 新開的 那他們 之前看他們 籌備的時候 籌備蠻久的 大概幾 幾半年有了 對啊 他一直搞不清楚說他們到底是賣 賣什麼 然後後來就賣燒肉便當 所以我今天又 買了排骨 這樣 那他們今天這個排骨飯 我覺得 欸 他讓我蠻驚艷的 對啊 哇他配菜超級多的 首先按照慣例 今天 不用剪蓋子 就是這樣子 今天不用剪蓋子 那其他的按照關係就是來看 菜 先看菜 好 他就是最近那個菜價有比較下降了 所以最近那個 便當的配菜又開始正常 好這個是高麗菜 嗯 蠻脆口的 調味也不錯 好像有放那個東西 蝦米 那份量大概就是 他每次都配菜的份量 大概就是讓你吃三口左右 他份量好像剛好 我再看這第二樣 我這個乾 我沒有吃之前 看不出來是什麼 覺得好像是什麼菜炒 然後油菜 油菜炒那個 香菇 這蛋也蠻清爽的 看起來蠻清爽的 這是那個蛋 就是 我剛剛以為是蔥花蛋 結果我還不是 看一下 它加九層塔 好像這是九層塔蛋 不是蔥包的 沒有吃到蔥包 嗯 這是九 九層塔蛋 這道味道 這一道的味道就比較重一點 下飯了 然後再來 再來這個 這個 這個是 我剛剛看 剛剛沒有吃的 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是猴頭菇 好像就是 這個 這道應該是素食的 我這番茄是另外的 所以它有九樣菜 我這個是那個洋蔥 洋蔥肉 來 粒粒分明的飯 因為他們家是做燒肉便當 然後 所以搭配這種 燒肉搭配這種飯 沒有不好吃的道理 OK 連這一家 如果我自己 看很久 漂亮亮一家店 就是專門紙桌外賣 沒有內用 然後 正常的價格是在 一百塊左右 如果以這種 表現的話 我覺得不貴 那一樣是九十 一樣是九十塊啊 一樣是九十塊 那 一般便當店 就 了不起都給你 最多四樣菜而已 這有蠻厲害的 小小的便當盒 可以弄九樣菜 所以蠻有心的 很厲害哦 所以這樣 然後最後來吃啊 排骨 他們大排骨 大排骨 炸排骨 然後它 排骨就是有 事先醃過 然後 再剛炸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皮 皮是 很酥的 嗯 排骨油 有厚度哦 應該是公分以上 基本上這個排骨油味道也蠻 蠻入味的很下飯 那單吃也不會 味道太重 那尤其難得是 我剛買回來沒有馬上吃菜已經冷了 這個便當OK 很好吃 那今天的便當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 第一手便當資訊 跟美食情報不漏街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拜拜 拜拜